- 游戏Bug的问题 - 游戏Bug的问题 - 游戏Bug的问题 - 为什么想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-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- 前阵子我发了一个GTS三部曲的最终版 - 这一支影片 - 有蛮多人是给予好评的 - 但是也有一些人有特别提到说 - 关于Bug这个问题 - 那我自己其实也后来在线上 - 看到了一些Bug的一些 - 急紧的紧急的影片 - 真的是蛮好笑的 - 那我先来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好了 - 不对不对 我应该先解释一下 - 我不是要帮R星说话 -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力量 - 也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帮R星说话 - 我只是就我自己呢 - 从这一路上玩游戏 - 到长到现在这个年纪来的一些 - 心路历程 - 然后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- 那首先先来讲一下好了 - 其实我的游戏历程大概是从 - 从国小的二年级左右开始 - 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- 第一台游戏机 - 也是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买的 - 以那个年代的夹击系统 - 是不会有任何游戏的更新档 - 也就是说当我们买回来所有的游戏 - 就类似像这种东西一样 - 它买回来之后 - 是什么游戏就什么游戏 - 有什么Bug就有什么Bug - 那有些Bug是很讨厌的 - 因为它可能会让你的游戏卡在那边过不了 - 那通常这种会比较少一点 - 因为它们的游戏推出是没有办法更新的嘛 - 所以当下它们这个品质把关的部分 - 可能就会做得比较好 - 因为当年真的不像现在 - 如果遇见Bug再修就好 - 但以前通常会遇到这种事比较少一点 - 但也是有 - 因为有些地方你可能走进去之后 - 人物会直接卡住 - 然后就不能动了就死掉了 - 所以呢在玩的时候啦 - 遇到那个Bug之前 - 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去躲开它 - 也没有遇到说那个Bug就是一定会卡 - 这款游戏就直接要把它丢掉那一种 - 是还没有遇过这种啦 - 真的印象是没有 - 那有些Bug是很好笑的 - 有些Bug呢是 - 你可能会利用Bug来过关 - 这种Bug的玩法 - 其实在小时候的这种佳机 - 是非常流行的 - 因为很多游戏呢 - 其实就是用这种Bug再玩啦 - 就会非常好笑 - 而且你会变得更加容易过关 - 这算是一个比较早期时代啦 - 在红白机啦 - 然后Megadrive啦 - 或者像Gameboy啦 - 这种游戏遇到一些Bug的玩法 - 到后来稍微进化了一点了 - 开始我们接触了电脑游戏 -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拥有光碟机 - 开始慢慢接触到波接网路这个东西 - 从那个时间开始啦 - 其实我们在玩一些电脑游戏 - 就慢慢的会有一些更新档出现 - 只要这个游戏有问题啦 - 更新档就会出来 - 帮你把这个Bug给清掉 - 记得以前常会去的网站 - 可能就是一些像地窖啦 - 或者像史莱姆第一个家 - 史莱姆第一个家好像有游戏 - 一些小游戏以外 - 好像也有游戏的更新档给载 - 反正以前早期就是有很多网站呢 - 他们是很多什么游戏的更新档啦 - 然后包含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小游戏等等的 - 都会有 - 这个是在当时的电脑游戏呢 - 会碰到的一个更新状况 - 印象比较深刻 - 应该是我买了一个叫 - 小叮当大富翁这款游戏 - 那小叮当大富翁这款游戏呢 - 其实就是以哆啦A梦 - 现在叫哆啦A梦啦 - 为题材的大富翁游戏 - 当时呢这款游戏就有出来一个bug - 这个呢其实还有出在杂志里面 - 会特别教人如何使用整个bug来玩游戏制服 -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买竹蜻蜓这个道具吧 - 如果我们进到道具店之后 - 只要你去买这个道具 - 它好像是买的时候50块 - 卖的时候是100块 - 等于就是它设计反的 - 那我不知道说当时这个是一个 - 游戏程式设计师的一个小巧思 - 或者对玩家的一点点善意 - 还是呢真的就是bug - 把这个买跟卖的价格给白反了 - 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杂志就大力宣传 - 网络上面也都大力宣传 - 特别跟大家就讲说 - 如果你玩了哆啦A梦 - 啊不对 - 当时叫小叮当大富翁呢 - 基本上就是要用这一招 - 可以快速自负 - 快速赢电脑 - 这个大家都用啦 - 所以这种大富翁的游戏 - 就不是那么好玩的 - 所以呢后来我们自己在玩啊 - 如果说是玩家对玩家 - 可能就会谈好 - 大家呢就不能够使用这个bug来玩游戏 - 又或者呢 - 大家这个bug的这个空间啊 - 只能用过几次之后就不能够再用了 - 当下呢其实这样再玩啊 - 就会觉得说好像还蛮有趣的 - 不过当时就有出了一个更新档 - 是特别把这个东西给弄掉的 - 那我啦我在当时其实就 - 为了这个bug的有趣地方 - 我并没有去下载那个更新档 - 所以呢就变成说 - 每次在跟电脑对战的时候 - 我就会使用这个东西 - 然后很快就很有钱了 - 就跟以前也有很多人会发现到 - 一些游戏里面啊 - 有一些密码 - 那这密技应该是特别设计没错啦 - 但是呢就是会使用密码 - 例如像星海之马的小米的Money啊 - 就可以叫出一万一万的那个矿跟瓦斯 - 这个是真的非常舒服啦 - 因为在对上电脑的时候 - 玩起来真的就是一种快速碾压的感觉 - 你不需要思考到太多的策略 - 你也不要思考到太多那种 - 感受到太多的那种紧张的那种压力 - 基本上就是透过超级多的资源 - 来直接碾压电脑 - 那个制作兵力啊 - 升级条件啊 - 什么都不用看 - 反正全部都点下去就对了 - 你想要多少建筑就多少建筑 - 甚至呢还可以加速 - 整个建筑的加速进行 - 还有包含地图全开 - 无敌等等的 - 这个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- 所以在那个时期的电脑游戏 - 就变成说开始有了一些更新的东西 - 可以让Bug不见 - 就算有一些会死机的Bug - 我是真的比较少遇到啦 - 它也是一样可以更新掉 - 但当时的那个时期的 - 就有趣的来了 - 因为那时候的加机游戏啊 -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Bug - 那包含电脑游戏 - 如果没更新的话 - 通常也有机会会碰到一些Bug - 那这Bug呢 - 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处理方式啦 - 都是很特别的 - 我就跟现在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-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- 其实以前遇到Bug的时候啊 - 刚开始遇到的时候会觉得 - 这个是什么东西 - 为什么的人会突然下潜到地上去 - 然后变得特别的好笑 - 好像卡住了就不能动 - 那当然当下是有点错愕的 - 诶 我的人怎么掉下去了 - 然后我后还没存档怎么办 - 然后呢 - 就会开始在想说 - 我要怎么样逃离这个地方 - 跳啦 - 冲啦 - 帮滚啦 - 各式的方式都会去试试看喔 - 那有时候运气好一点 - 那可能旁边有一个洞 - 可以出去 - 或者是什么样的 - 运气好就解开那个挣脱 - 但是呢 - 运气差的话 - 可能就是卡在那边 - 变成你要游戏重开 - 才有办法继续玩下去 - 当然重开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啦 - 能不能离开喔 - 就不一定了 - 后来呢 - 游戏还有设计的一些方式 - 不知道是天堂还是RO啦 - 它就变成说 - 是可以卡点的话 - 打一个指令 - 可以让你跳出来 - 那我觉得这个 - 也在后来的游戏当中呢 -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设计 - 至少它不会让你说 - 整个角色卡在那边 - 然后就死记的状态 - 通常啊 - 有一些bug - 真的卡起来都会很好笑 - 例如说那个动作肢体也不协调啦 - 或者是整个卡住啊 - 然后他就自己去做一些 - 很好笑很白痴的事情啦 - 这些东西啊 - 变成说是我们 - 茶余饭后的一个 - 聊天 - 或者一个搞笑的地方 - 像当时我们的那个状况啊 - 就是有时候遇到bug - 然后可能就会跑去学校很开心 - 跟同学讲 - 然后开始讨论 - 假日啊 - 或者是放学后约约 - 然后到某个人的家里面 - 这个时候呢 - 是在干嘛 - 这时候没有像那个YouTube影片这么方便 - 给大家 - 以前我们就是到某一个人的家里面去 - 然后呢 - 他还要特别去那个地方 - 特别用那个人物 - 特别用那一些道具 - 找出那个bug之后呢 - 真群在那边哄堂大笑 - 所以这个是以前我们遇到bug的一些 - 心理层面的一些状态 - 可是啊 - 其实到现在来喔 - 我去看了那一支GTA三部曲 - 在 IGN上面的那一支剪接之后 - 我发现到 - 那一支影片是真的 - 我是真的用 - 边笑边看的心态 - 去把那支影片看完的 - 我真的就觉得说 - 那个人物卡在地里面很好笑 - 飞机突然掉下来很好笑 - 然后救护车呢 - 卡了一整排一直重生出来 - 也很好笑 - 但不知道为什么啦 - 就是我自己的心态 - 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成长 -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bug的看法啦 - 还是会有一些 - 不同的感受 - 不知道说有没有 -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啊 - 其实在面对到一些bug的时候 - 也是会有一点笑出来的感觉 - 心态上可能有点不一样 - 那这一点我必须得要跟 - 这个遇到bug - 然后可能觉得游玩体验被破坏掉的玩家 - 然后心情会变得很不好 - 这些玩家呢 - 跟你们讲说对不起 - 可能你们会觉得说 - 我有点戏虐 - 这个游戏bug的感觉 - 但是呢 - 其实这就是我们小时候 - 到长大之后的一些 - 心情上的变化 - 还有我自己观察一些 - 社会上的现象 - 电玩机的现象 - 好不好 - 好不好 -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- 希望我的影片也记得在下面点击喜欢 - 并且分享 -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- 我是火卡 -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- 拜 - 拜拜 - 萌小时计划 - 按赐 - 按赐 - 下面 - 因子训刀 - 紅白 - 食材 - 按赐 - 非 pomp